信仰、信心和献身 有正见才能够导向信心 有信心才能够导向智慧 信仰这两个字应该是有神论的义态 在佛教里面是没有的 有神论者的信仰是心境不开展的药物 有神论者的信仰是不可知的 知识是会破坏信仰的 而信仰则破坏了他们本身 因为它是建筑在不可知的上面 说到信仰的无知识和盲目的本质 法国哲人福尔泰曾经说过 信仰是去相信一些理性里面认为不真实的事情 因为假使你的理性承认了它 那就无所谓盲目信仰的问题了 然而信心和信仰不同 因为信心不是心灵上的一种不可知的接受 信心是一种确定的期待 而不是不可知 是可以由每一个人的经验实证 并由每一个人去理解的 信心好比一个学生 在一个教室里面听老师解释 牛敦所说的地心吸引力 但是假使这个学生 也曾经听过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原理 他将不会轻易地相信 他的老师和教科书 相反地 他会保留他的判断 一直等到他自己 有能力去研究这个问题 对佛教徒来说 信心来自于理性 知识和经验 当这件事开展之后 信心就再不是盲目信仰 信心变成一种心的力量 当佛陀在世的时候 他不鼓励他的佛弟子们 盲从地去对待他个人的信仰 他很清楚这种崇拜的行动 将会阻碍或者干扰平衡的个性发展 过度的献身 会变成解脱道上的障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